在這個影片中我們會學到這個簡易的信箱如何製作 以及這個Booling的效果如何去做一個使用 好 OK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開始我們的教學 好 那我們就Shift A 我們新建一個Cuber 然後我們大致上抓一個它的信箱的大小 大約是這樣子的這個大小 因為我們右邊這個縮放已經改動過了 所以我們就Ctrl A 我們Scale給它重新鎖放一下 進入編輯模式 我們選中它四周的這個角 所以我們就Ctrl B 然後透過你的滾輪可以控制這個數量 那這邊呢 我是用這個4 我是用這個4 Level完之後呢 我們再來 Level它前面的這裡 跟後面的這裡 然後我們一樣Ctrl B 然後我們就一樣都用4好了 只是前面的這個我們要稍微小一點 就不要像旁邊這個拉的這麼的寬 好 那這樣呢 我們就有一個基本的這個信箱體了 好 再來呢 我們Shift A 我們用一個Cuber 我們來做它前面的這個投放信箱的這個入口 抓一個大概的大小 好 差不多是這樣 進入編輯模式 按3 1 2 3 可以控制這個點線面 選中最前面這個面 給它Extrue 就是按1 然後S 縮小一點 好 那寬度我覺得這樣 S Z 我們繼續縮放 這個讓它變成一個平均的一個大小 我們再一次Extrue 往後 讓它留在外面一點點 還看得到的地方 再來呢 我們要做下面這個 好 那我們一樣新建一個Cuber 好 縮小 放一個大概的大小 好 縮放它的寬度 好 OK 那是這樣 我們進入編輯模式 要把Ctrl R 然後呢 我們再Ctrl B 滾動的滾輪 讓它變成剩下的兩條線 按住Alt 點選我們這個線 再按住我們的Shift 再點一次這個另外一邊的線 接著呢 我們Ctrl B 大概這樣的大小就會了 好 那我們按3 選中下面這兩個面 我們給它Extrue 往下 下來一點 好 OK 再回來我們的物件模式 現在呢 一樣看到我們的Scale已經被我們縮放 所以我們要Ctrl A Scale 然後進入編輯模式 我們一樣選中這個該要做這個Bevel的地方 好 那我們就Ctrl B 然後我們一樣滾動滾動 差不多四個就OK了 好 我們一樣新建一個Cuber 縮小 前 好 那我們SY 大約這樣 這個方體呢 要注意是要超過我們這個寬度 教大家喔 如何使用這個Booling的效果 來把它穿透過去 再來我們先選我們這個要被Booling的對象 它是要被穿過去的 所以我們這裡就給它選一個Booling 然後呢 這裡有一個D管 那我們就給它選取我們剛剛新建的這個Cuber OK 你可以看到這邊的框線已經出來了 代表說呢 它已經這個洞已經被我們挖出來了 我們進入這裡 Viewport Display 這個 我們把它改成這個Bounce 它就會變成只有框線 這個圖層這裡 我們把這個Disable Inrenders這個取消 這樣它就不會渲染了 那麼接著呢 我們來再製作這個鑰匙孔的部分 那我們就Shift A 我們還新建一個Celinder 差不多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RY 90 讓它轉正 這次呢 我們先挖洞 我們一樣 再給它先建一個Booling 再做一個Booling D管 D這個Celinder 這次呢 我們不一樣 我們這個呢 我們把下面的這個Celinder 這個Booling 我們給它Apply Apply 我們把它Apply Apply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選回來 我們原本的這個Celinder 縮小一點 就是比原本這個孔再小一點點 看得到這個 有這個縫就OK了 好 我們進入編輯模式 我們按3 選中前面的這個面 Extrude 往外 好 然後S 縮小 縮小 再往外一點 好 大概到這個位置 我們再Extrude 縮小 S 好 我們再Extrude 往後 好 我們再Extrude 縮小 好 再Extrude 往外 OK 好 到這個位置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處理好我們的鑰匙孔 再來呢 我們要在這個鑰匙孔中間 挖出這個鑰匙孔 Shift A 我們新建一個Cube 我們就一樣 Tilling Cube 往外這樣稍微縮小 然後S Y 稍微寬一點 好 大概這樣 這個位置 好 我們再新建一個 Stealing 的圓柱體 好 一樣 然後下面這裡 好 R Y 90 S 縮小 大約放在這個Cube的這裡 跟它重疊 盡量跟它重疊會是最好 然後我想要一次讓它這兩個合在一起 去對這個東西做挖洞 我選我們的圓柱體 一樣給它新建一個Bulling 這時候我們一樣用滴管 去滴我們的這個方塊 只是不一樣的是 我們要選擇的是這個 Onion 意思就是這個是挖洞 這個是結合 我們直接給它Apply 那麼這時候我們可以拉開 可以發現到它們就合在一起了 不過還有一個方塊在這裡 點不到就多點幾次 就會點到了 然後我們就AXS把它刪掉 我們選中我們的 需要被挖洞的物件 我們新建一個Bulling 然後我們一樣用滴管 去滴我們的這個鑰匙孔 我們把這個鑰匙孔的Viewport改成Bulls 得到一個還不錯的這個效果 那麼下一步 我們就要來增加一些細節 還有一些上色的部分 好 那麼OK 我們呢 首先呢 先來做一點基本的上色好了 好 這個呢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面都還有 那麼我們可以簡單的使用 在Shade Smooth之後會跑掉 它那個Normals會破掉 好 那麼我們可以右鍵Shade Auto Smooth 30度你會發現到 這裡有兩個還沒有被我們弄掉 那麼我們就稍微把這個Angle 拉大一點點 好 OK 記得要切換到這個材質的預覽喔 你如果在這裡面的話 就看不到東西了 這個材質的這裡 我們來簡單的上一下顏色 新建一個材質 然後我們呢 給它一個綠色 如果你抓不到色號的話 就直接Key這個 好我們要直接套用過去 我們就選中這個 然後再選中我們對方 然後我們Ctrl L Link Materials 那麼這個呢 我們一樣新建一個材質 把顏色改成紅色 又一樣放上我們的這個色號 好 OK 那這個呢 鑰匙孔的部分 我們一樣新建一個材質 然後讓它有一點點金屬 Metalic 拉高 Roughness 調低 好那我們就右鍵 Shade Auto Smooth 所以我們就一樣新建一個材質 在這裡加新建一個材質 然後我們進入編輯模式 我們選中我們這個面 再選中我們的 要讓它被上的這個材質 就給它Assign 這裡呢 確定沒問題之後 我們就也把它Apply好了 不然這樣放著 Apply 然後把這個方塊刪掉 然後進入編輯模式 它可能是因為Booling的關係 所以它這裡會有一個空的材質 那沒關係 我們就直接把它剪號 全部都變成這個顏色 那進入編輯模式 我們來教大家怎麼處理這種 臨時出現的問題 好我們這邊呢 就給它Ctrl R 這裡拉一條線 這裡也Ctrl R 拉一條線 好然後我們選中點模式 我們選中這邊的點跟對面的點 我們按J 它就會連上 下面一樣 剪到下面的點 另外一邊的點 要選對喔 你要確定哪有被點亮 然後一樣按J 好 OK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進入編模式 Alt按著 點一下 它就會整環被選起來 然後我們按F 這裡我們一樣 新建一個材質 New 然後呢 我們把它 Assign一下 Assign OK Transmission 透明的 透明拉滿 Roughness 調低 OK那接著呢 我們就要來處理我們 字體的部分了 打開我們的Canva 我們呢 就直接 把它剪掉 我們可以直接新增標題 打新箱 你可以用AI或是 什麼任何軟體 你要手寫也可以 然後反正就是一張 要有一張圖片就對了 然後我們就 分享下載 然後改成Png 這裡我們就直接下載就好了 那麼回來我們的Blender 在這個地方 我們有看到我們滑鼠 跑到這個視窗的角落的時候 會變成不同的圖示 那跑到這邊的時候呢 我們就按住 往外拉 往左邊拉 OK 那我們就多一個視窗了 我們把3D Viewport 改成這個Shader Editor 我們就直接 把你的材質 拉進去 然後呢 我們連上我們的Bass Color 那我們再切換到這個 UV Editor 好 然後我們右鍵 編輯模式 進到我們信箱呢 你會發現選中這個 你會發現 它出現在這個下 那麼呢 我們把它往上拉 再放大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字體呢 跟我們這個 是不對 不一樣 就代表我們這個UV 還沒有經過這個處理 所以我們就U 我們給它Cube Projection 它這個字體會這麼 不管什麼角度都不太對 的原因呢 其實是我們旁邊這個縮放 已經更動過了 我們一樣Object Mode 然後我們Ctrl A Scale Apply Scale 讓它縮放都回到1 再來我們進入編輯模式 我們U 給它一個Unwrap 到這裡視窗 A全選 G Y 就我們把我們的形象兩個字 放上去了 我們把這個拉掉 拉過來 全部我們把它選起來 按這個 我們把它往上 到這個中心點 這上 我們就Shift A 新建一個平面 然後編輯模式 選2 線模式 Extrude Z 往上 然後選中這個面 選上這個邊 然後Ctrl B 滾輪滾滾滾滾 好 再切回來 右鍵Shade Smooth OK 那我們到側邊這裡 按網格模式 我們去確認一下這個 線有貼在它旁邊 好 大概在 差不多貼到就好 然後我們再選中我們的信箱 然後Ctrl按著 再拉一個方塊 把我們這個取消選取 好 點選一下 GZ 往上 到這個位置 OK 回來 就可以發現我們這個信箱 就有點吸在這個上面的感覺 好 S Y 讓它再大一點 然後我們就新建一個攝影機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就Ctrl Alt 0 好 上一點 可以切換到渲染模式 看一下 我們就Shift A 我們用Mesh Plan 往上 材質呢 給它到一個Emission 發光體 然後我們給它放大一點 強度拉強 然後我們再加強 大一點 好 我們這個信箱的中間 有一個很Normals的問題 那會這樣的原因呢 一樣 就是因為它的中間這個面 它是沒有四個點 什麼叫做正常的面 就是像這樣 它是由四個點 組成的一個面 這就是正常的一個面 糾正這個問題 也就是我們選中我們的點 選中這兩個點 然後按J 再來呢 我們選中下面這兩個點 按J 這樣子的話 我們中間的這一面 它就變成一個正常的面了 它就不會有所謂的這個 不好的面出來 不好的面也有啦 就在這裡 但是因為它們的距離太短 所以它們不會造成這個 Normal上的這個 渲染錯誤 再來新增一點細節 我們選中上面這個 我們到Modify裡面 我們加一個Bevel 有沒有 然後給它拉到3 然後右鍵Shade Smooth AutoShade Smooth 然後呢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這個 鑰匙孔的 Booling的物件 被渲染出來 那個Disable in Renders Hide in Viewport 這樣就不會看到它了 最後呢 我們再拉開我們的視窗 打開我們的Shader Editor Shift-A 選一個Color Ramp 然後拉到這個Normal的地方 Shift-A Bump 把這個Bump 拉到Height Shift-A 新增一個Noise Texture 點到Fake Ctrl-T 快速的Mapping 改成Object 就可以快速的修正 我們的材質的大小的問題 放大一點 這個Bump的Strength 調低 然後你不會覺得太奇怪的程度 那我覺得這個綠色呢 可以在深色裡 深色裡 好我們都再拉高一點 好 新建一些燈光 然後我們點光源 然後我們一樣 拉上去 削一下它的邊緣 然後還有一個光 不一樣的顏色 好OK 那麼如果完成之後呢 再來到我們的 渲染設定裡面 Max Sample 改成128 這樣子的話是一個 比較快的一個結果啦 然後我們就Render Render Image OK 那我們就完成了 我們的簡易的信項 以上呢 就是這支影片的 全部內容了 那麼呢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請你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最後在關掉這支影片之前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 好 那麼呢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